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定于今天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近日他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 高度赞扬并感谢中国分享发展经验 表示期待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都是中国人民可靠的朋友 未来也永远会是如此 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在遭受西方制裁的时期 已经看清楚了谁是敌谁是友 我们的人民高度评价白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的友谊 我们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 卢卡申科表示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伟大功绩 习近平主席推行的政策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他性格沉稳 经验丰富 深谋远虑 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卢卡申科表示 白俄罗斯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进一步推进两国元首关心的中白工业园建设 对于当前的俄乌局势 卢卡申科赞赏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 赞赏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却書习近平主席推行和平外交政策